而就在陳菊道歉之後 高雄市副市長吳鴻蒙 以及公務水利和捷運局三位局長 都已經先請辭 但是市長陳菊還沒有批准 緊急召開記者會 高雄市查了三天 終於找到掛著李長榮 化工石化管線的香涵 是二十二年前 由高雄市政府水工處新建 雖然查明香涵真的是市府自己做的 但是市府也發現現在的香涵路線 和工程設計圖或竣工圖都不相同 位置已經改變 也無法看出當時是先有管線 還是先有香涵 必須等檢方調查釐清 但當時擔任水工處設計課長的副市長吳鴻蒙 和三名局長已經決定請辭 表示對七包案負責 記者會中水利局也強調 因為該段香涵不是以二勝或凱旋路命名 才會遲遲無法找到相關的圖表 並不是市府刻意隱瞞所有資料已經送交檢方 記者王界村 許正俊 陳信龍 高雄報導 據個 galaxia 以上 請的 請 請 請